今天先看一些投影片 這個是我們現在在學的靜電廠的一些 至少上課裡面有提到的東西的一些應用 那當然日常生活裡面應該還有很多其他的相關的 好,再下一面這個是一個電容式的感測器 電容式的感測器,我們現在已經學過電容了嘛對不對 尤其我們學過那個平行板電容 那所以其實電容可以當感測器 因爲什麼,因爲平行板電容裡面那個 你看那個公式裡面那個C跟那個材料的介電長數有關 跟面積有關,跟距離有關 所以假設你要感測的東西,不管是壓力或是溫度濕度等等,任何物理量 只要能夠改變你這個電容值裡面的這三項裡面的任何一項 就可以拿來當作一個感測器 所以這個我們實驗室做的這個結構裡面,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般的顯微鏡看到的,這個是電子顯微鏡看到的比較立體一點 那這裡面我們是用電容式的感測,也就是說我們讓它 我們要感測的那個力是一個 比方說加速度啊,或是重力啊 是讓它產生一個位移,然後那個位移改變你那個電容公式裡面的兩個電極之間的距離 改變它的低,或是那個gap 所以那個電容在哪邊呢?電容基本上在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這種我們叫做梳子狀的電極 好像兩根梳子這樣子互相交叉,這樣子白 那梳子的那個尺跟尺中間就當然不會接觸啦 可是基本上有一點點空間是可以,在這個方向是可以互相移動的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的話,大概長得這樣 這是左邊的這個一個梳子,右邊一個梳子 然後它的那個電容的距離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東西假設你瘦一個力 假設是瘦這個斜斜這個方向的力 或是這張圖裡面的水平方向的力,它就會產生一個位移 那位移就會改變這邊的距離 所以你按照平行板那個電容公式 假設兩個電極靠近的話,電容會變大 如果你是相反方向力的話,那個電容就會距離變大 然後距離變小的時候電容變大,距離變大的時候電容變小 所以你可以再去弄一個電路去偵測那個電容的變化量 那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你就基本上它可以在這個方向移動嘛 那這個上面有一大塊大平板,那是一個相當於一個質量塊 所以你如果放在重力場裡面的話,它就會收一個重力 所以重力就會讓它在這個方向移動 所以你去轉那個角度,有沒有,你去算一下那個角度 所以你把這個,比方說你真的就是這個擺這個方向 然後讓它繞著這個黑板的這個面這樣子旋轉 那你就可以得到不同角度在不同系塔上面的分量 所以算出來就可以得到一個好像sin或是cos的一個圖形 這個大小大概全部加起來不到一個mm 就這個 這個加起來,從最左邊到最後邊大概不到一個mm 我們就開始上課了 我們先把第三章講完 這個,因為剛好跟我們剛才講的這個靜電力有關 而且裡面有一個跟我們考試的題目有一點點相關的觀念 好,我們看一下最後三至二四頁的靜電力的部分 所以我們講靜電力,靜電力就是我們要講的是兩個帶電的物體之間 因為上面有帶電荷,然後彼此因為電荷的互相吸引而造成這兩個物體彼此的吸引力 那會帶電的物體最常見的就是帶電的導體 那像我們剛才講說 電容 兩個電容之間的那兩個電極 那如果你加了一個電壓之後就會產生正負Q的電荷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假設我有兩個任意的電極 那這兩個電極就是,它的形狀是任意的,它們之間的距離等等都是任意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就是一個general的一個公式 那待會我們後面會拿去算這個平行板電容的受力的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假設說這兩個導體是帶,是電容的那兩個電極 所以這邊可能有正Q,這邊有負Q 那我們知道所有的電荷都是分佈在導體的表面 所以那個靜電力基本上就是因為這些電荷之間的吸引力所造成的物體之間的吸引力 所以當然你也可以說,假設我知道這個Q怎麼分佈 那我就去算所有Q之間的互相作用力 利用庫倫定力去算,當然這樣也算得出來 可是 如果導體的形狀很奇怪 你就不知道Q到底是怎麼分佈了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用這種方式來算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比較general的觀念來看 所以我們看一下講義下面第一行 如果Q是constant 也就是說我們假設做一個實驗 那在這個實驗過程裡面,我們假設這個正負Q在導體上面 在實驗的過程裡面,它是維持固定不變的 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說什麼呢 是說這兩個帶電的導體上面的電荷,它不會跑到其他的地方去 它一定是留在這個導體上面的 所以意思是說這兩個導體基本上是彼此互相絕緣的 而且跟外界所有東西是互相絕緣的 OK 那這個條件很重要 因為你做不同的實驗,你給的條件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你觀察到的東西可能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會跟另外有什麼不一樣呢 假設說我們這是那個電容的兩個導體的話 我另外一種做實驗的方式是 我在這兩個導體上面加一個電位差V 我也可以保持那個V是固定的 就在整個變化的過程裡面 假設電位差是一樣 可是電位差如果一樣的時候 你的Q可能就會改變 因為導體之間的距離如果改變的話 C會不一樣,那你V固定的話 C不一樣,Q就會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靜電的問題都有兩種可能 就一個是你固定Q不變 另外是固定導體之間的V不變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固定Q不變的話 那現在 這個導體,左邊導體就受到右邊導體的作用 可能它就受一個力,F F的這個力,那我們現在不知道這個F力是多少 是我們要算的 所以我們現在假設右邊導體不動 固定在那個位置不動 那我們要算左邊這個導體它所受到的靜電力 那我們可以怎麼來看呢? 假設說 我右邊導體固定,那我允許左邊這個導體 因為受了力的 而產 就是它在 受力的狀態之下 假設我們讓它產生一個位移量 比方說 而且這個位量是任意的 假設我們 這個導體 在黃色的這個地方產生一個位移量 就原來是白色的位置 然後現在就 跑到黃色的這個位置 來 它的位量是DL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導體是受了F這個力的作用 之下有一個位移量 所以這個力會對它做功 對不對,我在受力的狀態之下移動 有位移,有受力 所以這個力會對它做功 這個功是做多少呢? 就是講一下面這一行 假設這個 在DL的這個位移之下 它這個靜電力F所做的功 叫DW 就會等於F乘上一個小小的 對不對,這是譜物裡面講的 OK 所以這是 F這個力作用在那個物體上面 然後使它產生DL這麼多位移 F對它做的功 所以這是力對它做的功 所以現在這個黃色這個 這個左邊這個導體移到了黃色的這個位置 所以這時候黃色的這個位置跟 原來右邊這個導體顯然 它們之間相對的 距離就不一樣了 那相對距離不一樣你可以從那個 電容的角度來看 就是它們之間的電容值就不一樣 所以它儲存的靜電的電荷 靜電的能量 我們知道電容裡面儲存 靜電能量嘛 那那個靜電能量 就可能會發生變化 那所以我們要去看一下 假設 我現在這兩個導體所形成的這個系統 它會有一個 它會有一個 這整個導體因為帶電 所以整個這個系統裡面有一個靜電的能量叫W1 那這個W1會是這兩個導體之間 距離 的函數 就像一個電容 然後電容上面有帶電荷Q 那這個電容裡面儲存的靜電能量就會跟 比方說你這兩個導體到底多近多遠 或是你的系統的介質 等等的 的這些特性 也就是說它的電容值的特性會有關 所以 你距離改變的時候儲存在電容裡面的 能量會 改變 那這個是 我們把它看成一個電容化儲存在電容裡面的能量 所以這個能量 我們現在假設右邊不動的話 所以這個能量其實會是什麼呢 會是 這個導體 它的位置 的函數 我們講那個函數就是假設我 問題裡面有一個 參考原點好了 那這個導體的位置 相對於 O 而言是R 或是你說相對於這個也可以 就看你那個 原點要放在什麼地方 不過這裡面這個式子就是說 這個靜電能量是 這個可以移動的這個導體的位置 的一個函數 OK 所以現在這個導體從原來白色的位置 經過一個位移量之後 跑到這邊之後 這個WE 原來是白色的這個位置 那現在就會變成什麼樣呢 經過一段位移之後 就會變成WE 可是我的位置跑到R加DR R加DL 不同的位置 所以整個 這兩個導體形成的這個 絕緣的跟外界隔絕的這個系統裡面的靜電能量 會發生一個變化 所以這個能量變化有多少呢 就講義下面這邊 我們把這個 所以可以把這個寫成什麼呢 這個好像可以寫成 我因為有一個位移量造成的變化 可以像我原來的位置 在原來位置的能量加上一個變化量 那這個變化量 那這個變化量 就是講義下面這一行 所以這個 靜電能量的變化量 可以怎麼寫呢 這個WE是 這個靜電廠儲存的能量 因為發生了一個 位移量 或是它跑到另外一個位置的時候 跟原來位置之間的差異 所以我們把這個當成是一個純量廠 因為能量是一個純量嘛 我把這個當成一個跟R這個位置有關的一個純量廠 一個純量函數 那我們要算的是 這個純量廠它在 發生DL的變化之後 有多少變化 所以我們第二章 有沒有第二章 然後第三章有某個地方也稍微提過 任何一個純量廠 它因為DL發生的變化 那這個廠本身的 變化量可以寫成 它的T度 乘上 這個位移量 OK 或是說我們回想一下什麼叫T度呢 T度就是說我算一下這個函數 它隨著位移的增加率嘛 或是隨著位移的變化率 單位位移有多少的變化 能量的變化 那我現在有這麼多的位移量 所以這就是我這麼多位移量所造成的能量的變化 那當然 你要考慮 它那個移動的方向 跟你那個T度 的方向 所以這是第二章 在講T度的時候 有提到 那所以我現在 整個系統裡面有兩個能量的變化 一個是我力 做的功 一個是我最後整體系統的靜電能量的變化 那因為這兩個 導體沒有接到任何其他的東西上面 尤其是沒有接到PulsePi上面 所以 我整個系統的 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所以裡面所有的能量變化 加起來要等於0 所以 DW 講義這邊有寫 DW 就是力做的功 加上能量的變化 0 等於0 對這個封閉的系統而言 所以 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什麼 這兩個相加等於0 那這個DL是任意的DL 所以任意的DL 這樣做起來要等於的話 所以 表示說 這個靜電力 其實就會等於 你把這兩個加起來 然後DL好了 所以表示說 因為現在DL是一個任意的位量嘛 所以是前面的瓜還有等於0 所以 靜電力就可以寫成 我的靜電能量 靜電廠裡面的能量 的gradient 所以靜電力的方向 是指向能量 減少的方向 靜電廠能量減少的方向 在一個 這個絕緣的系統裡面 這個gradient 大家記得嗎 這個gradient是 指向的是這個函數增加的方向 而且是最大的 增加量最大的那個方向 所以靜電力是指向 這個靜電廠能量減少的最大的那個方向 靜電力的大小 就是能量隨著 在那個方向上面 隨著距離的 變化率 或是隨著距離的減少率 那大家要記得這個這個結論是在什麼呢 是在 這個條件之下 就是我 左邊那個導體移動來移動去的過程裡面那個 Q 正負Q都是不變的 狀況之下 得到了一個 結論 大家看到這個公式 這個是 基本上gradient是對空間微分 所以力是能量函數對空間的微分 那反過來 能量函數 不是力是能量函數的微分 所以反過來這個能量函數就是力對空間的積分 如果你把微分跟積分那個 運算的過程把它反過來算的話 所以跟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那個位能potential的那個觀念是類似的 我們在那個物理裡面學的potential 或是說 像這個公式也是一樣 力乘上位移量就會等於能量的變化 所以你把它 這個除過去基本上力就是能量對位移的 微分 所以它那個數學 運算的背後的意義是這樣子 我們剛才講這個靜電力 我們現在用一個例子來給大家算一下 或許比較知道我們前面到底在講什麼 什麼叫做這個導體可以這樣子移動 我們現在 取這個平行板電容 做例子 那平行板電容 我們再畫一下兩個平行板 平行的電極 V 我們 假設它的這個 橫向的坐標 就是說 橫向的這個寬度是Y 然後他們 距離 用Z來表示 OK 所以它其實可能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那個平行板電容 從 C 等於 Epsilon A 除以 D OK 那實際上它可能會是怎麼樣 就是可能是我兩個形狀一樣的電極板 然後 完全是那個面積是完全重合的 所以你看到的那個 A 就是兩個電極板的面積 可是也有另外一種可能是怎麼樣呢 我這兩個電極板 可能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可能很長 然後這邊呢 這邊很長 所以我可能是兩個 比方說長條形的電極板 然後中間 比方說兩個我們剛才講說如果你是這樣子的話 這完全一樣的形狀 那那個 A 就會是這兩個子的面積 當然也可能是這個樣子 那這時候 A 要怎麼算 A 就算他們那個投影的垂直方向重疊的那個部分 所以 我這個方向可能很長 那我只要 可是我最後算電容的時候 有效的面積其實只是中間這一段 所以假設這一段的長度叫Y 然後距離叫做Z 那這個時候 C 就會等於 Epsilon 然後Y乘上某個寬度 那個寬度假設是固定 然後再處理它的Z的那個 距離 所以 那我們這邊在算什麼呢 我們前面再算 比方說這個兩個電極之間的靜電廠的能量 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以這兩個 假設這兩個電極是平行板電容的兩個電極的話 它儲存的能量 就會等於1分之1C V頻發 可是我們前面這個公式的推導是在什麼 是在固定Q的情況下推導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不要用V做變數 我們把它用Q做變數 因為Q是一個常數 那你在微分的時候就是常數 就不用算了 所以就變成1分之1Q平發 除以C 然後大家把C的公式帶進去 就會變成Q平發 因為它在分母 所以那個D就是Z 然後A這邊就會有一個2EPS 然後A就是什麼呢 就是Y乘上 假設這邊有一個寬度叫做W好了 這個寬度是固定的 就是 W乘上Y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個電容儲存能量就會跟距離有關 那也可能這個距離可能是垂直方向的距離 也可能是水平方向 它面積重疊的那個方向 會改變的 面積重疊大小那個方向的 距離Y 所以 這裡面我們前面 看到的 這個能量函數是 位置的函數 所以這裡面 Y 跟Z 就是 不管你把上面電極固定 然後看下面電極上下移動左右移動 或是下面電極固定上面電極上下移動左右移動 就會跟另外一個那個可動電極 的位置有關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Y 的函數 OK 所以我們再算一下 假設我這邊真的放正Q 這邊放負Q 那它受的靜電力呢 可以用這個公式來算 就算什麼呢 算這個 能量函數它的T度 那在XYZ座標裡面我們知道你可以去算 那個T度就有X分量、Y分量、Z分量 對應到FZ的XYZ分量 所以 比方說 我們在 算一下Z方向 這個垂直方向 它互相吸引的力有多少呢 就會是 所以 按照 這個公式 FZ會等於 就會等於這個能量函數 對Z的微分 所以大家去微分一下就可以得到 負的Q平方 除以 2Epsilon Y W 就把那個Z 微分掉了 OK 那同樣的我可以算 FY 就會等於 所以這個Z描述的是他們彼此靠近 的這個吸引力 那Y方向的力是什麼呢 Y方向是他們彼此之間有沒有水平方向的吸引力 所以一個垂直方向一個水平方向 所以水平方向FY 一樣 是WE這個能量函數對Y的微分 然後你把它帶進去等等等 算完之後就得到 Q平方 Z W WY平方 OK 原來是Y分之一微分嘛 因為它有個負號 負號跟前面的負號底銷掉 變正號 OK 數學公式是這樣計算 那 假設現在你知道說這個面積是多少 距離是多少等等 你大概就可以套這些公式去算 它FZ 受多少粒 FY受多少粒 那這裡面有兩個點要注意 第一個就 其中到底 這個電極要怎麼移動 其實有的時候是跟你 外在的其他的條件的限制 比方說你有可能說限制 我們假設這個電極下電極不動 假設上電極我限制它只能夠 垂直移動 的時候 那就算你Y有受力它也不會移動 你可能有某個固定的東西把它 Y方向的力固定住 那另外有可能是我 固定它的Z的位移 而讓它 可以允許它水平移動 不能夠垂直方向移動 這是另外一種可能的 那那個就跟你 可能跟你的設計有關 或是跟你要分析的那個問題有關 那就是另外給的條件 不過它同時 都會受這些力 那當然它同時也會受到 X方向的力 只是我們現在假設先 不考慮 或是你可以把這個W把它改成X 你去對X為分 也可以得到 類似跟Y一樣的結論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有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去判斷力的方向的時候 就像那個期中考有一題 那一題好像後來也出現在 作業裡面的樣子 要去算 R分之1的gradient 那大家有同學 這個 有同學說算出來到底 意義 喜和上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如果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Fy Fz到底是在什麼方向 而且大家知道 這個 比方說我們說z方向 第一個 z方向一定是互相吸引 所以 假設上電極受到的 靜電力是朝下 那下電極受到的靜電力是朝上 那你這個公式裡面 怎麼看得出來到底 到底力的方向在什麼地方 比方說這個 這個能量函數其實沒有針對是上電極或下電極 那你算出來只有一個結果 可是很顯然 上下電極受的力 根據那個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對不對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那你公式上面 只有一條公式怎麼知道到底是哪個方向 所以這個 回到我們第二章講 什麼叫梯度 有沒有什麼叫梯度 梯度是在算什麼 是在算這個函數 不管是什麼函數 是算這個函數 增加的方向 它隨著 x或隨著 y或隨著z增加的方向 所以 這個 fz算出來前面有一個負號 這是z方向 的力 力方向的力 它前面有一個負號代表是 它會 沿著 因為它是對z為分 所以算出來是負的 所以算出來是 它會讓 這個力的方向是讓你那個函數是在減少的方向 就是z減少的方向 fz是在z 減少的方向 那什麼叫z減少的方向呢 z是 這兩個 電極的距離 所以那個力是在 距離減少的方向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我們沒有很嚴謹的 真的去把 那個 那個 所謂的 這個z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現在 這個z的定義 純粹是兩個電極之間的距離 那距離就沒有所謂的正負 不像有什麼 你定義出那個坐標裡面有 正x正y正z 負x負y負z 那個z純粹是距離 所以 你算出來是負的 表示說 它的方向是 沿著 一個負的力 沿著是往負z z減少的方向 那 反過來這邊算出來是正的 就是 這個例是在什麼呢 增加 y這個變數 的方向 那同樣的這個y的定義是 他們 這個 重疊的這個 這個區域的寬度 沒有說是從左邊算出來 就是說沒有說是 圓點在這邊往這邊叫正y 或是這邊往這邊叫y 沒有這個純粹是他們的寬度 所以這個跟前面的那個坐標的定義有點不太一樣 那不過算出來 你解釋 至少你看 除了你去算它的大小之外 它的方向 是跟 減少這個坐標值 就是它對微分的這個運算 到底是增加或減少的方向 所以 你可以這樣子解釋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 最後 假設我讓它 z方向位移的話就減少z 然後如果y方向位移的話是要增加y 那 你增加y或是減少z 其實最後都會怎樣呢 會讓 會讓它的電容變大 對不對 減少z嘛 就是減少這個 那增加y會增加a 所以 所有的靜電力 基本上靜電力是互相吸引 所以互相吸引你可以垂直方向吸引下來 或是 水平方向它會互相把它吸進來 不管是垂直的吸進來 或是水平的吸進來 這是靜電力基本的特性 那你用 數學計算的過程是這個樣子 OK 好 好 那那個 所以我們這邊就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Gradient 我們前面一直在講Gradient 這個計算出來 到底過程在算什麼東西 那我們前面有算一個 不是我們等一下那個發考卷 那個 其中考一集在算r分之一的Gradient 那大家 第一個 還是 所有東西的基礎 你除了 物理要有觀念 集合上有觀念之外 其實最重要是 你的數學計算要對 然後 後面 再去討論才有意義 你不要數學計算算了半天算錯了 尤其是插了一個正負號 然後你就討論了半天 覺得 很合理那就很奇怪了 所以 所有的數學過程一定要 一定要是正確的 所以 大家如果覺得自己數學基礎不好的話 就有機會就要把它加強一下 可以嗎 所以我們那時候 其中考一題在算這個東西 那r是什麼呢 r是 兩個電荷之間的距離 所以基本上你在算r的 r分之一的Gradient OK 在算什麼 在算這個 我們說Gradient在算這個函數增加的 增加率嘛 那它的 方向指的是 這個函數增加的方向 那r分之一會增加代表r會減少 所以其實你在算 距離減少的方向 上面 的減少的速率是多少 那可是這個方向就要看你是 因為這個r是 這兩點 這兩個坐標之間的差 的距離 所以這個比方說這是 這是x坐標 不是這是x prime坐標 這是x坐標 這是p點 這是charge所在的地方 所以r就會跟x-x prime有關 那大家 同樣的 重點第一個你計算的過程一定要對 那假設我現在算的是什麼 是對 這個gradient是對x坐標做gradient的的話 那這在算什麼呢 是算 這一點的位置 它相對應到某個 另外一個參考點之間的距離的這個函數 它增加或減少的方向 因為你是算 你是對 你這邊是對x微分嘛 所以你是看這一點位置的變化 如果你對 有prime的那個 坐標去做微分 做梯度的話 你是算這一點位置的變化 可是這個是source嘛 通常我們不算source的位置的變化 我們是算p點的位置的變化 所以你是算 這一點 相對於比方說相對x prime的位置的變化量 那你是算r 所以你要算 x對於x prime 的r的 減少的方向 因為是r分之1 所以r的減少的方向 就p跟q而言r的減少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然後那個題目 在算什麼 題目在算負的 梯度 所以負的梯度這個方向就是這個方向 那 最後你算出來 至少去跟那個庫倫定律來比的話 庫倫定律的那個 那個力的方向是從charge source這邊指向p點 所以 如果你要從那個 幾何上面 來去探討 那個力的方向 是這樣子來看 OK 因為上次到哪個同學問了這個問題 順便講一下 那 不過 還是回到 老話 就是數學運算 過程一定要對 OK 所以我們那個第3章講到這邊 我們先講一下那個題目 大家比較 錯比較多的 或是不會算的比較多的 第二題 第二題是在算 那個 單位 所以 比方說我們 黑板上有一大堆物理量 對不對 比方說 2分之cv平方 為什麼叫做能量呢 你是不是可以把電容的能量跟 電容的單位跟v的單位 這樣子經過一些排列組合之後 最後可以看得出來它是能量的單位 所以 那個第2題在算這個東西 所以 Epsilon 它的單位是Charge 然後j乘上1 那j是 體積的電流密度 1大概是電場強度 那你去把那個單位排列組合一下 最後應該可以得到 那個最後的答案 所以 比方說 A小題 A小題就是說 這個向量場在A小題指定的這個體積上面 這是一個球 在這體積上面要去驗證Divergence定理 那Divergence定理 那個式子寫出來是 Divergence的體積分會等於它的 場的表面的通量積分 所以 你要算 在這個體積上面的 Divergence的積分 然後你還要算 這個場在這個體積的表面上面的 通量積分 然後這兩個有沒有相等 所以 最後算完之後 A會發現它不相等 B發現它會相等 所以 Divergence定理在 B是 B是適用的 在A是不適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看一下 F這個場 前面的那個分量 R分量是 R平方分之一 所以在 R等於0的時候 基本上它是 無限大沒有定義 所以它是一個基點 所以 大家如果看那個 課本 裡面的敘述 我們上課也有提到 Divergence定理 或是 Curl Stoke定理 所有只要跟積分有關的 一定要 它是沒有基點存在的時候 唯有behave 然後積分 因為積分是一個 那個subvention的過程 要收斂 等等 那個 所以當你出現基點的時候 那個收斂的過程就變得 不太能夠定義了 所以 那個式子要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定理要成立 就是 你那個積分的空間 不管在表面上面 或在體積裡面 都必須是 一個well-behave的 不可以有基點 那 大家看一下 A是一個球 所以它包含了圓點 OK 所以在體積分裡面包含了圓點 有一個基點在裡面 就不能夠適用這個 Divergence定理 可是B呢 B是一個球殼 球殼意思是說中間挖掉了 那中間挖掉之後就不會出現 R等於0的這個區域 所以B是OK的 然後 有幾個 很多同學翻了錯誤 雖然看不太出來 為什麼會那樣子算 不過很多同學算錯的過程是一樣的 大部分同學會在算這個f dot ds的時候 算錯了 可是 大家記得這個面積積分是什麼 這個 比方說是這個球面好了 是在球面上的面積分 或者說 同樣的好 大家就 把所有的integration 把它當成是summension的觀念來看 我在球面上面有一個面積 然後f 乘上這個面積的ds 那 所以球面上面的 第一個 所有的這些ds 所有的這些ds都是在這個球面上面 那 你真的要去算的話 那個球面 當然這個球面距離原點的半徑是 有一個半徑b嘛 所以 所以只要是出現 這個積分過程裡面 不管是f或是ds 你只要出現那個r 在 這個球面上有關的 只要碰到r就全部變成一個常數b 所以不管你再算微分 因為我們要算那個散度嘛 你在算散度或是在算 積分的時候 只要是球面上面 你算的是球面上的值的話 所有的r都變成b了 變成一個常數 OK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 好像有很多同學 因為這個f基本上有兩個分量嘛 有一個r分量 題目給的是有一個r分量 有一個phi分量 那好像有 不少的同學把 ds 也看成有r分量 有cita分量 有phi分量 那大概 好像題目沒有出現cita 所以這個自動就不用看了 所以好像有同學是 把ds 我們那個課本裡面 或是講義的第二章的過程裡面有所謂的dsr 我們寫這邊好了 好像有dsr 有一個dsphi 然後大概這個是ar 然後乘上後面有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這是aphi 乘上後面有什麼什麼東西 有同學好像就把 ds看成有這兩個分量去跟f這個向量這兩個分量加起來然後去算內積 可是 大家記得 這個我們原始在講什麼叫dsr 什麼叫dsphi呢 dsr指的是 normal是在r方向的那個小面積可以寫成這個式子 就講義上課本上的那個式子 那dsphi是 normal在phi的那個方向上面的那個面積 的算法是這樣子算 所以 你要知道 你的面積到底是朝哪一個方向然後去選這裡面的 其中的一個來用 而不是說 general的ds 都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那這一題 或者說其實我們這邊算的積分 除了那個有一條線的那個積分 其實大部分的積分都是 constant的函數在積分 所以 這一題大家應該看一下 如果你是算這個球面或是那個球殼面 的那個積分所有的面 都是在r方向 所以其實 所有的ds都是 都是這種形式 而沒有這個形式 OK 所有的面積 都是指向r的方向 而沒有指向 phi或是c的方向 所以大家在算那個積分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ds的觀念 然後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你在 另外在算底積分的時候也是其實 不過因為那個divergence f等於0啦 所以 不管你怎麼積分 永遠都是0 雖然 雖然divergence的時候 同樣的你要帶那個公式 那個公式 題目有給嗎 題目的最後一章裡面有公式表 那公式表要 要記得要怎麼帶 尤其是那個 常常那個 半徑其實變成一個constant 或是半徑就乘一層消掉之後 其實 divergence最後是0 所以你 不管怎麼積分 就通通都是0 最下面有一個說 ab算之後要討論一下你的結論啦 那有些同學 a跟b好像都算對 可是最後就結束了 沒有討論 所以被扣了一點分數 好那第五題 第五題的b小題 其實就在算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r分之1的gradient 好那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你如果 要幾何上面來解釋 這個東西算出來 比方說它到底朝哪個方向 你要 你為什麼要 要怎麼去解釋 然後到底是以x當參考 然後 x'在改變 或是x'固定 然後x在改變 都會影響到你所謂的r分之1增加或減少的那個方向 再加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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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先用來 這個好 來自我 再加一點點 就能做點 無論壇 無論壇 多 這 就是 我們